5月1号,五一假期,河南清明上河园景区工作人员身着送装,男性头戴1.2米长帽子,帽子上写着,本状元明草游主,小姐姐注意距离,不要过分亲密等幽默文字。 女性则举着写有小仙女记得戴口罩并保持距离等提示牌,用这种新颖的方法提醒游客,在轻松游玩中,时刻不忘保持距离。 这个呢,就是来自古代的一种状元帽,它的长呢1.2米,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游客看到帽子之后,时刻提醒自己,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。 游客朋友们来到景区,我们的天气非常的好,旅游的心情也非常的好,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呢,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,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,记得戴口罩,千言万语啊,不如我们说一句,请您戴上口罩。 景区沿线,戴着长帽和举着提示标语的工作人员,不时映入游客眼帘。游客表示,看到景区工作人员为了大家的健康,所做的别出心裁创意,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,便会谨记心肩。 想起他这个帽子,我就可以想到跟别的游客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,这样比较,对大家都比较安全。 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哥哥戴了那么长的帽子,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稀奇,然后也特别的好玩,上面写的字呢,也都是对我们的游客特别的那个有用心,然后一定要保持距离,戴好口罩什么的,然后就是觉得我们清明上河园想特别的周到,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细心,一会儿我游园的时候,然后也会戴好口罩,与人保持距离,不扎堆。 清明上河园景区坐落在古都河南开封,是按照中国传世名画,清明上河图为蓝本1比1复原在线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。 该景区副总经理刘栋介绍,针对2020年五一长假,他们严格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,制定防控预案,控制进入景区人员数量,采用限时限流,分段放行, 科学调控,旅游人员等措施,为游客提供安全的旅游环境,并发明了与苏文化完美相结合的冒持隔离法,提醒游客保持安全距离。 正在热播的这个清平乐,这个电视联系剧里面,大家都可以看到宋代的官员有一个长长的这个冒赤, 它就是为了防止人们这个互相聚集,窃窃私语,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借鉴这个古典的古画还有古籍啊, 里面特别的今天呢发明了这个冒赤,防止我们的人员进行聚集, 然后在这个复古的同时,文化的同时,不间断的提醒游客, 您要保持安全距离。